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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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在一个普通农家中成长 改于向秦王政权挑战 他跟吴广率领农民军攻下陈之后 建立张储政权 立陈胜为王 虽然最终被秦二世组成的三十万大军所败 但在中国历史上呢 仍然被视为是惊天动地之举 祥贤之下唐朝末年 同样在安徽率领农民启事的杨邢密 却能因其高超的军事才能 远大的政治眼光 还有宽敏雅信的作风 率领平定江淮建立吴国 并得到后世人借吴山妙奉赐 光耀千秋 不过同样为后世所敬仰的西楚霸王项羽呢 他留下的却是千古遗憾 为了追忆这位不可一世的英雄 我们来到英封阁 据说这里是项羽自小练武的地方 里面有壁画汇出了项羽的一声 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动荡 各地好汉揭竿而起 项羽是跟着叔父项梁起兵的 最后和刘邦形成楚汉争霸的局面 项羽跟叔父项梁 勇立楚怀王的孙子为王 受封为鲁公 曾经久战久节 但当项羽抵达韩古关的时候呢 却传来刘邦攻破咸阳的消息 于是项羽跟范曾就设下红门宴 定出刺伤刘邦的计谋 但是刘邦却机智地逃过一劫 就此留下日后的致命获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恩怨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呢 反而成为文学戏曲的经典素材 也因为戏看多了 人们对这些历史名人的种种身世 更加好奇 于是他们出生在哪里 故里在哪里 自然被后世人拿来大作文章 尤其是项羽这样的盖世英雄 各地方呢 更是接近古风猪影的能力 吉利跟项羽要拉拢关系 结果江苏、浙江跟安徽三个省 都出现所谓的项王互利 相较之下 在楚汉相争上取得上风的刘邦呢 反倒是不如项羽来的抢手 即便找到可能跟刘邦有关的地方 也就是眼前所见的黄藏羽 却带一点调侃的意味 先来谈谈黄藏羽的瑞云寺 他在南北朝梁武帝大同年金时所兴建 原名叫做望云 比刘邦的出现晚了好几百年 本来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后来呢 却更名为瑞云寺 只因为传说当年刘邦 躲避秦兵的山洞 就在这座寺庙的附近 而且常年有浮云缭绕 也因为当时有这些浮云 才保护刘邦这位真命天子 黄藏羽是一条生来在九龙山中的霞长山谷 位在山谷当中的这一座石洞呢 曾经帮刘邦度过一劫 后来刘邦当了皇帝 这座山谷被命名为黄藏羽 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无论是刘邦的成功 或是陈胜 吴广启示的失败 带给后世的启示呢 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